上藤工商又传捷报 今年非修科有五位同学考取了以及证照 其中还有女性的学生表现相当的优异 指导老师表示 孩子们认真地学习努力地练习 通过原本的专科以上才要考的证照 这是很不简单的事了 有了专业以及证照在手 未来升学就业将会更加的顺利 在上藤工商的碑基修复大楼中 同学们认真地学习和练习 要把每一项技术练得熟悉又盛畅 不论是电路盘、发动机都难不倒他们 因为在上藤工商有专业的师肢和设备 让非修科的学生获得最好的训练 当然一个是在技术 第二个在学科理念的观点 让学生慢慢地去摸索 但是站在我们老师的立场来讲 他在摸索过程中 我们会提供他所谓的正确的信息 让他了解到整个飞机的操作的 安全性跟可靠性 如果说在整个安全性可靠性都规零的情况之下 会造成所谓的人眼的伤害 这是好几个家庭 当然我们必须要很谨慎 来完成每个系统的操作检查 当然在他们练习过程中 确实是很辛苦 那因为我们抓了学生里面的每一个小细节 要抓到让他能够承受那种考场的压力 那我们也做实地的测验 再到外地去移地训练 三年前上腾工商开始尝试 让学生跳级考取以及证照 第一年一个人通过 去年有三位通过 今年则是有五位通过考照 创下了新高纪录 学生们说就是勤练习要专心 为什么会想选这个飞修科 因为对未来的前途有一定的那个 比较有一气之长是吗 对 那你觉得这次参加考照 一次跳语局 对你而言有什么样的挑战 虽然练习很辛苦 但是老师有鼓励我们一直要练习 然后到参加考一级的时候就发挥出平常心 很难吗 很难 但是我们平常都有练习 所以就慢慢克服这个 然后就考过 有考过一下 考过的心情如何 很开心 会想要选飞修科 就是本来不知道要选什么科系 然后后来是阿嬷推荐这所学校 觉得还不错就来了 学了之后你觉得女生要挑战修飞机 你觉得有是一种高难度吗 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自我肯定 像自我肯定吧 就是可以证明自己说 自己那个男生可以做好的事 女生也可以做 那你现在考这个证照的过程 你觉得你的艰苦点在哪里 或者是你有什么感想 就是一直不断重复去练习 然后就 就会了 就是一直练习 对就是一直练习 有了专业的以及证照在手 未来不论是升学或是就业 上腾的学生竞争力就是比别人强 看到孩子们的接触表现 学校老师们更有信心要再培育更多优秀的人才 上腾飞丘 赞 上腾飞丘 赞 上腾飞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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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赞 戒旅会节响报道